一课精选 好知识就在耳边 这个书就是风之帝国 它整个就是讲东南亚的历史 它的章节分得非常的多 有27个章节 每个章节都很重要 我在推荐序里面大概提到 东南亚这块地方 其实它的居民的血统 或者是说它的语言传统 其实跟台湾的原住民是一样的 都是所谓的南岛与序的人 不过台湾每一次办南岛文化节的时候 都是找大洋洲这一部分的人来 都没有找东南亚这一部分的人来 这是我始终讲的非常奇怪 因为最大的南岛民族构成的国家 叫印度尼西亚 但是我们的主办会从来不找东南亚人来 所以为什么我们最后会稍微提到一下 就是说台湾的人跟东南亚人的 一些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 还有我们的共同的处境 整个海洋东南亚的这些历史文化生活 第一个它有南岛羽族的成分在内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它最早影响它文化的 是印度 所以我们会挑第五章文化来自印度 文化上面印度的 其实印度人跟中国人都到东南亚去做贸易 印度人来得比较早一点 中国人来得晚一点 那这个呢就是说以航海的那个技术 跟发展来讲印度早先比中国早 中国比较晚 因为早些呢印度人 阿拉伯人波斯人都去中国做贸易 那直到呢差不多第九世纪以后 中国人才租这个马六甲海峡到印度洋区 这个形式印度文化会比较早影响东南亚的原因 那另外一个商品呢 可是中国的商品有很多是世界仅有的 在那个时候比如说丝绸 比如说瓷器 所以中国的商品呢到东南亚去的呢 那个很早 那当然商品一样会影响到文化 不过呢影响文化在历史时代最强的 其实是比较算是宗教性的文化 那个潜移默化的商品呢 那个比较上因为它是一个无组织的 所以它会慢慢的影响你 但是没有像宗教那么厉害 尤其是在历史上 宗教往往都有相当强烈的这个组织 所以那个我们会讲那个这个部分 那先讲的部分呢就是那个印度 对于那个东南亚的影响 这些东西呢如果你有机会去学马来文 或者翻马来文的字典 你会发现 他们的语言的vocabulary 它的单词部分 有些你一眼就可以辨识出来 它是来自于梵文 或者是梵文的那个衍生巴黎文 你也会看到有一些根本是阿拉伯文 对不对 比如说吧因为马来西亚跟印尼都是很多信仰 这个伊斯兰的地方 那那个我学了马来文 然后呢我在1999年的时候去非洲肯亚的里岛 那个里岛上的居民也都是伊斯兰 噴到他们的时候跟他讲斯拉玛 他们拿上讲斯拉玛 因为这个字呢虽然是我学马来文学会的 但是它完全来自于那个阿拉伯文 它意思就是平安 那所以在整个所有的那个穆斯林世界里面 都是通用的一个语词 所以它有这个阿拉伯的 就伊斯兰的这成分 再来呢就是说你从它语言里面看到 它当然有现代的语言 比如说电视啦 那个电话等等 现代这些来自于欧系的语言 那中文非常的多 比如说呢我们讲黑社会 叫做公司 那就是这个因为华人到那边去 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 就是来自于中文的 那还有很多还有一个名词 比如说那个 如果你跟人家共同的租一艘船去做生意 马来文里面合伙租船的人 也就是说有一个人包了整艘船 然后你把它租一个仓位 这个时候呢在马来文里面叫做Kiwi Kiwi T-I-W-I 那你想这个不是纽西兰那种鸟 或者是我们在超市买的那个水果吗 Kiwi 那个词是Kiwi 就是中文的客户来的 所以呢有一些你可以辨识 比如你到东南去它们贵还是叫做贵啊 这个贵还是加贵 对不对 而另一个方向过来 比如说我们像台湾的人 肥皂叫做Sabun 大部分都讲Sabun是来自法文的Sabon 原始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它中间有经过阿拉伯世界 在经过东南亚 所以你在马来文里面它是认为Sabun 所以跟台语是完全一样的 这就是说它的阿拉应该说伊斯兰的成分 还有那个西方文明成分 还有那个中国成分 那因为呢就它整个的 因为一般来讲就是说那个 南岛民族的社会它的组织性很弱 你可以看它就是说 在那个东亚里面要找外面势力介入之前 几乎完全没有政治组织的就是台湾原住民 对不对 其实菲律宾有一些那个民族也是这个样子 那台湾是最严重的 那所以当印度的文化过来以后 东南亚第一波就被印度化了 那时候呢 边接受的是那个 你可以叫它婆罗门教也可以叫它印度教 另外一个是就是说 我们在那个第四章你会看到说 早期帝国的重重鬼影 那东南亚这个地方 一直都是一些小小的国家或者是说 因为它大部分是岛屿嘛 也不见得 因为它曾经有一个蛮大的国家 叫做三佛旗或者斯利弗士 从第七世纪一直延伸到第十三世纪五六百年的时间 所以呢 有一个那个英国的学者就写过一篇文章就讲说 这是一个帝国还是一个海事圣楼 Empire of Mirage 所以呢我们会用那个斯利弗士的故事呢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有这样的一个 对于整个印度洋跟太平洋之间的贸易 影响蛮大的一个政治组织叫做 斯利弗士或者叫做三佛旗 所以第六章的标题叫做消失的巨乎曼陀罗 曼陀罗的意思是 它是那个英文territory 就是那个 比如说我们讲那个 你看那个藏传佛教 那藏传佛教不是都会 画那个坛城吗 坛城的图 坛城就是曼陀罗 那如果你是那个 印度南部的塔米尔人的话 就要加个M叫曼陀罗 对 那都是叫做曼陀罗 那下面我们就给它跳过去了 因为到后面的部分呢 你如果了解 这主要的这几个部分的话 那应该就比较容易 应该说就可以轻松的去了解它 所以就直接跳到第17章的部分 讲伊斯兰大东药 东南亚地区 岛屿东南亚大部分都是信仰伊斯兰 那当然大陆东南亚也就是说 那个缅甸、泰国、柬埔寨、辽国、越南等等 它大部分是小生活教的地方 这中间呢 就是它发生过变化 早期其实基本上都是印度教的 就是整个东南亚地区 那所以我们要讨论 那到底呢 伊斯兰怎么样子传到 那个东南亚 或在东南亚成为一个支配性的 主要的一个宗教 大家一想说 穆罕默德在 第七世纪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 奉立了这个伊斯兰 那应该是很快就来 没有没有没有 它等了 真正的整个东南亚 伊斯兰化已经到了 15、6世纪的时间 那它开始比较就是说 普遍的话就在15世纪中叶左右的时间 所以呢 会跟我们一般想像 会有点出入 原因是就是 东南亚在那个开始有政治组织以后 他们的统治者通常 不一定跟他的人民 分享一样的文化 就统治阶层有自己 他的文化 跟他的人民之间 不一定有很强烈的关系 所以再讲一个泰国的故事 如果各位呢 有机会在泰国待久一点点的话 他每一年有一个时间 有一个宫廷仪式 那宫廷仪式是由 那个 印度教的生女来执行的 也就是说 泰国的皇室 他一定要供养两位婆罗门 这所讲的婆罗门不是大范天王 而是执行印度教的 这些神职工作的 这个人员 那你想 泰国是小圣佛教国家 为什么他 要执行印度教的仪式 当然印度教他本身是 就是说把原来婆罗门教 再加上佛教再整合了一个结果 那这个是因为泰国的历史传统 宫廷某一部分的仪式 就是由印度教的那个生女来执行 结果 所以即使就是说他整个国家的主要宗教 是小圣佛教 但是会由那个印度教的生女来执行布的仪式 所以这是东南亚历史生活有趣的地方 当然印度教神明也很难理解 最主要是因为他们都会化身 化身以后会给他另外一个名字 所以最后你搞一坨雾水 所以我有一本很厚的书 他们查他的名字 查下去最后原来是同一个 对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那比如说吧 像我们会介绍到那个 日本人信仰的大黑天 对不对 摩西索罗 摩西索罗就是那个皮斯奴 可是呢 他会用另外一个名字 那你就感到困惑